成都街頭新增一批太陽能智慧在椅 不單止可以給市民休息 還有充電、影音和照明等功能 收到年輕人歡迎 成都主要降到兩邊近日新增大約300張椅 其中60張木側的椅面灰色的造型 看起來平凡無奇 細體才發現加入了新的功能 椅的頂端有個頂棚 裡面是感應照明燈 外面就是太陽能充電板 可以將太陽能轉化為電能 儲存在速電池 除了提供夜間照明 也可以為市民提供充電服務 椅的底部裝有音箱 透過藍牙連接可以播音樂 還實現無線網絡覆蓋 受到年輕人歡迎 藍牙有WiFi還有可以充電 添加了一些我感覺像年輕人的元素 在裡面 慢慢的年輕人的生活 覺得也越來越快起來了 然後有個這個的話 給年輕人這個比較平凡的生活中 慢慢的有點休憩的心理上的安慰 市政部門說 智慧營座椅採用防腐鋼材和仿木製結構 用的過程不易損壞 也建立了相應的養護維修的一個機制 如果發現我們這個有損壞的或者磨損的一個現象 我們也會及時的對這個座椅進行維修 他說下一步將會在成都更多幹道推廣智慧座椅 無線電視記者容家耀報導